大樂透破紀錄連22共 獎金也是上看了7.2億 可以看到就算是在賣場當中的投注站 也是排滿了不少人潮 都是衝著大樂透而來 路過慢慢來看 我是問他說到底有多少錢 7.2億 路過也不想錯過 5月25日就要開獎 如果一注獨得 就是近四年最高 也是史上第三高的 單注投獎獎金 有大樂透5億以後 人潮就開始變多了 那下午6 7點下班時間 又會更多 有時候會有稍微排隊一下 買去成長差不多5成 甚至接下来的端午檔期 台產也要加碼發紅包 分別是40個100萬元 和4萬個2000元 購買大樂透就會獲得抽獎序號 總共要送出1.2億 還剛報完稅 然後荷包有點痛 想說來買看可不可以中啊 破紀錄之後 然後就跟同事集資一起來買 覺得說這樣子 中獎的機率比較高 然後同事都覺得我偏財運平才比較好 所以希望我可以來買 幫他們增加中獎的機會 不只大樂透 21日威力彩端午加碼 投獎2億元 當期立刻就開出 一柱獨得2.5億 而同一天 雙一彩二獎也開出了409柱 帶動彩這行的整體買期 有的來買一次就買了1萬多塊 也有常客也有下班過來的 而且有多了很多 以前沒有來過的人 衝著七億投獎 彩券市場買氣超旺 就看5月25日到底降落誰家 東三層新聞 林林黃不祥 台北報導